嘿,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喜安囉,欸嘿 那我們這次要來玩的遊戲呢,叫做白蛇紡妻 它是一款和風的探險遊戲 那聽說有三個結局啦,然後故事劇情好像是說 那個三神有關的故事 嘿嘿,三神 我們以往都說三神啊,就是那個飆車失敗的那個啊,不是 就是那個在山上守護的嘛,欸那我記得 好像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就是,應該是在亞洲地區啊 都會有就是山中一些精怪被當作神明來看待 欸那也不是不可能啊,所以我在想,或許他這個白蛇紡妻啊 遊戲簡介提到的三神搞不好就是 我們一般都展了山中的精怪,搞不好就是這個開頭的白蛇 誰知道呢,那我們就來開始我們的遊戲吧,GoGo 嘿嘿 欸,決定你主角的名字,我用預設好了啦,好不好 我有點懶得地區 好,預設,確定群圓圈嗎?對,圈 應該是練圈吧,我應該會不會文盲發作吧 最近文盲症發作的很厲害 好可愛喔,有一個可愛的小人,躺在那邊 喔,超可愛的,以珍珠花裝飾的髮技 好像沒有辦法,存檔什麼的 散發出濃烈的酒味 蛤?那看之前還左右看一下欸,好可愛喔 要做什麼呢? 屬性 好可愛喔,好有動作欸 雖然山神大人以人類的姿態來敲門 但他依然是非人之物 一旦觸怒了山神大人 他將使河川枯竭,天風地裂,讓大地不見天日 千萬不可,觸怒山神大人 性1 性1 還有什麼其他東西 花瓣已經枯萎了 拉開紙門 被什麼東西卡住了 好 喔,這邊可以存檔 而且他旁邊寫的這個是剛剛我們拿到那個性吧 卡開上面呢,植物櫃呢 哈哈哈哈,太矮了 在下面呢 裡面很黑 好,走 這邊有一張紙 毒性 交給你的行囊,你打開過了嗎? 傳聞山神大人最喜歡酒 替我們將酒倒進容器裡 供奉給神明大人吧 你一直是個聰明的孩子 一定能替我們完成心願的 嗯 被室外面 太矮了 那個矮子 呵呵 積了一層灰 沒有任何東西 這邊呢 拿走 打開門 不是 先等一下 先不要 先不要 大哥 有話好說 晚安電文我們再聊聊好不好 先讓我 先讓我看一下這個 先讓我看一下這一個 放置板燈 喔齁,好像有什麼東西 用法技 用法技把它勾出來吧 法技斷掉了 得到白色容器 高級容器 法技就這樣斷了 好,然後我們也不要那個 欸他外面有人在看欸 來吧,讓我們看看是誰呢 究竟是誰 在外面呢 喔 一個帥哥 再看一次 好不好等一下就 讓我反過來看你 誇小這樣子 沒有欸 打開門 是 你好帥哥 有何貴竿 你想干 嗎 呵呵呵 有沒有欸 哦 你好啊 三神大人 你是三神大人嗎 好像不是欸 等一下,我們人不見了 我們人不見了 三小 返回開始畫面 這是一個結局嗎 這是一個結局嗎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卡住了 啊 啊 包裹嗎 喔 啊 原來那個是包裹喔 北七喔 這我們剛剛沒有拿酒三成大人生氣了這樣嗎 三帥 春酒 已經用不到了 還是在看 那我們如果 鳳上春酒呢 哦齁 有東西從裂縫處被扔的進來 得到巨大的鱗片 我剛剛等一下 這邊為什麼會有蛇的 蛇的舌頭啊 啊 差點到你啊 你就是 欸這沒有信欸 你就是三省吧 最後一次下雨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米酒與牲畜 已經沒有任何可以獻祭貢品了 所以你打算把這個妹妹獻祭出去嗎 正因如此 我們相信你一定能諒解的 我不能諒解 不是諒解 我不會怕理解啊大哥 一直以來 我們的祖先也都是這樣守護村莊的 呵呵 你們守護村莊的方式真的是很可笑欸 來吧 欸 不給用欸 不好玩 用巨大的鱗片撬開吧 斷掉了 成就的白無垢 那啥 庫羅頓的白無垢好像沒辦法穿了 啊這邊又不給開門 哈哈可以拉扯他欸等一下 哈哈 可以拉扯他的牢 不是拉扯他的石頭 哈哈哈哈哈哈 來來來我們來試看看 拉扯他 笑死我了 啊 再拉一次 哈哈 再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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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再來一次 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他會 他會用舌頭來打你欸 你怎麼那麼可愛啊 啊叫做白無垢啦 得到桃花法祭 喔 人還在嗎 啊 門的另一頭傳來南南細語的聲音 仔細聆聽 蛤 姑娘 抱上你的名來 不論在哪個時代 人類都是膽小的生物啊 你可以去查看一下花瓶的內部 蛤 花瓶內部 他會一直在頂著他 呵呵呵 這個嗎 如性 將你獻祭給三神大人 我們也是餘心不忍 但村莊衰亡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 你的勇敢事蹟肯定會永遠流傳於後世 而孤苦靈聽的你 若能成為三神大人的妻子 一定也可以得到幸福的 喂 你們就要隨便替人做決定 那剛好 捐 請你原諒我們 報復吧 報復這個社會吧 報了他們 不要 沒法 還好沒有出現什麼可怕畫面 啊開門啦 是啦 獻祭了獻祭啦 阿如果那個時候回應他他的名字呢 別難過啦 我以三神的身份向你保證村莊的豐收與繁榮 一開始是沒有任何保證直接把他吃掉 喔好大一條蛇喔 白色的耶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在玩白娘子傳奇吧 我看看 白無垢好 仔細聆聽吧 報上你的名來 我是白蛇 如果你有勇氣 就去查看花瓶內部吧 所以這個會 應該沒有差吧 所以我們還希望三神是以帥哥的姿勢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耶 他每次都出現那個眼睛 有有有有有有 出來了出來了 不同結局太好了 別哭了 好 神界的生活其實也不差喔 沒有人家安慰別人好嗎 哈哈哈哈 神小神界的生活其實也不差 呵呵呵 喔 所以這是你們兩個在一起的結局 然後如果不報名字的話 他只是說 對他們把你獻祭給我 但我不承認你是我妻子這樣子嗎 好美喔這感覺 結局一來 結局一直接被吃掉 哈哈 結局二 他只保護了那個村莊 結局三 你們兩個一起在神界 好好的生活 這樣 那我們的白蛇訪七 就到這邊告個段落啦 他連這個畫面都變了耶 我喜歡最後那個結局那感覺 白蛇最後是選擇接納他 而且果然如我們所想的那樣子 是 他這個白蛇啊 就是三神 那這三神呢 其實就是我一般講的那個精怪那種 呵呵 因為我記得之前 玩隻狼的時候 好像也有那個 白色的蛇 然後也是那個 好像被稱為三神吧 我也忘記了 對啊 好像日本蠻多這種傳說的耶 精怪成為神 保護那一區域這樣 像那一個 有一個 遊戲 黑森 挺奇坦 奇坦 黑森裡奇坦 他裡面的骷龍龍神 好像也是屬於三神精怪那一種 對啊 日本蠻多這種傳說的 OK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 就在這邊先搞個段落感 很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記得上面 點擊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隨時追蹤最新新系列影片 以及我們開台的資訊 小鈴鐺也不要忘記按才不會錯過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再次回過 點擊下部影片 我們按下個鈴鐺 我們下課 sing 原則不及